在湖南長沙 一家由民間收藏家建起來的向日葵美術館 在暑期成為學生遊學的熱門地 裡面公開展出的 齊白石 富寶石 徐悲鴻 黃冰鴻 四位藝術大家的劇作和多幅畫論原稿 以及數十封信紮手稿 吸引不少各年齡階段的學生和書畫愛好者 前來觀摩學習 日前 記者莫名探訪了這家美術館 看見數百平米的展廳內 展出了四位藝術大家不同時期的44幅代表作品 其中包括徐悲鴻 立馬圖 富寶石 寶石村山水畫等 該美術館創始人劉新月告訴記者 這些作品吸他1995年至今走遍多個國家和地區 花費高價收集而來 我的主業是做房地產 做了28年 那麼28年來 基本上就是這個十頁所掙的錢 基本上都是用來收東西了 這麼多年來大概花了三個多億的現金 談及為何將全部身家都用來收集這些畫家大作 劉新月說 這與他從小學習書法的經歷分不開 讓他一直對藝術大家的作品興斥神往 後來由於工作原因 他經常去到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 發現當地有很多人收藏了 齊白石 徐悲鴻等中國藝術大家的作品和信紮手稿 但遺憾的是 都被長期擱置在箱子裡 不見天日 劉新月認為 這些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 應當發揮其供後世欣賞學習的作用 同時 他作為一名中國人 有能力也有責任 將這些遺落在各地民間的藝術作品收集起來 讓其有一個更好的考證和展示平臺 為此 25年來 他多方奔走 收集藝術大家真記 劉新月說 收集這些畫作時 一不小心也許就會高價買回驗品 但也時常會有意外收穫 疑似 他去台灣求購田荒石 發現賣家家中有一箱七白石的信紮手稿 他問對方能不能賣 對方表示可以 之後劉新月與對方談好價格 便整箱打包買了回來 但是我以為這一箱子全部是信紮手稿 我就是一槍打 就總共這一箱子信紮手稿多少錢 好 最後買回來以後 翻到了裡面有七白石的畫 而且是他的畫稿 都是一張一樣的 二十張一朵 有三朵就有六十張 還有一張長卷 但是覺得好像一下子剪了一個天怒 就特別激動 連說三晚上都沒睡好覺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劉新月籌備了三年的向日葵美術館迎來開館 他持續在收集的大家畫作 終於有了一個公開展示的平台 為了實現雅蘇共賞 讓更多人有機會一睹大家畫作的藝術魅力 他家門票訂得非常低 成人僅30元 小孩15元 同時提供便利 歡迎學生過來開展遊學活動 我們現在每周都有好幾十個小孩 都是學書畫的 或者學美術的 過來在那裡遊學 我覺得這就非常有意義 我們會甚至是拿一張七白石的畫 原作給孩子們的臨摸 臨摸 然後在臨摸的過程中 老師就會講解七白石畫這張畫是怎麼畫的 你照著這個原作來講解 孩子們就特別有興趣 家長也特別滿意 喜歡我 聽 açıl因為當作的 未知 如果可以 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